主席跟各位委會大家好 我是張茂蘭 那麼我想剛剛聽了我們主辦單位所做的這個說明 還在強調這個未來絕對不會有排斥排他 或者是對社區造成任何功能性的影響 因此他對林口街80項他也不準備透寬 那我想他一直講說他沒問題應該沒問題 不至於會有問題 那我在這邊要非常慎重的質疑 如果說北側的容積從200一提升到400 原則上他是機關用地 那麼機關用地如果你拿來做社會圖書館 投影中心 親子館或者老人照顧老人養護中心 那我想這個明湖其實就是機關用地 那如果拿來做住宅 公營住宅 我要請教公營住宅是不是等於機關用地 那如果公營住宅是等於機關用地 那林口街的周邊 大大陸的周邊 我們應該同樣一室同仁開放為容積400% 這樣子才不會落人口實說 周關可以放火 百姓不得點燈 為什麼相隔著林口街的福德街的80巷 那麼左邊跟右邊就有兩樣的容積不行 兩樣出現兩樣的容積 那這樣民眾不能信服 所以我認為如果說記憶整理的開放 如果你要同意這邊是400% 那麼林口街也同意到400% 那以後製造錢就不會有所謂製造錢干擾問題 這應該要一室同仁 因此在為一室同仁之前 我們認為仍然有檢討的必要 仍然有檢討的必要 假定這個容積是可以到400% 那麼將來留一點給子孫來去做容積的配給配合 挪用也還可以 也就是你按照原先的200一劑來起建來起造 那之後留一點容積 那這容積就是沒有用完的錢1000塊帶出門 沒有只有用了500塊 500塊還是錢的 將來還是可以用 並不是說立即花完才可以 那我想有時候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意思是說要考慮到現場的潛移問題 因此我積極的而且我慎重的 邀請我們主管單位 不能因為要落實市長的供應住在政策 因為要看到這裡有一塊完整的土地 那麼就認為說就地取材 這個貪小便宜或者是行個方便 這是我要對200億的容積提升到400 提出的質疑 我們認為如果你要的話就一室同仁全部開放 那我看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開放是不是行 那就整體的環評整體的開放計畫去研究 那這個一個造政一個都市的計畫去討論 這樣才比較合乎時宜 那最後我還是要提到的 如果蓋了這麼多的供應住宅 剛剛陳立惠議員有提到 跟很多的設施設施參雜在一起 以後會不會成為文字館 沒有人會知道啊 因為將來這裡的出租 供應出租 絕對不是便宜的供應出租 有能力的願不願進來跟老人一起住 或者這裡將來蓋好之後 是不是真的很搶手 或者是將來成為文字館怎麼辦 那這個都是要醫學去考慮到 不要一轟轟的 就是要把它 就是認為自己好 就去蠻幹 就去硬幹 那最後我要提到一點就是 今天我們所談的問題 我們都不希望影響到 108年捷運東元段的進度 也就是說 所有的東西都必要積極 要配合 要迅速的讓 新一線東元段完成的時候 廣時延期也一併開放完成 我想這是大多數人引頸期盼 也就是200億 也同樣的可以造就整個延期的開放案 不見得一定要失敗 所以我知道 我再一次的提到這一點就是 請我們今天委員能夠慎重的考慮 留一點容積以後還是可以用 不一定現在馬上用完 而且容積有一個質疑就是 它是機關用地還是住宅用地 如果蓋為供應住宅 已經變成住宅用地 不叫機關用地 這個我希望 我們要審慎的去研究去分析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